大家好 今天我们加更一期短片 说一名少有人知的武将 贾飞宗运 最近呢 总有B站的小伙伴啊 私信我 说的都等了好几期了 一直呢 都没讲到自己喜欢的人物 非常着急 我在这里说一下啊 私信我的小伙伴呢 挺多的啊 不是一个两个 我平时呢 又没有大把的时间 做视频啊 都是业余空闲才做 一周更新一期啊 就挺极限的了 我看小伙伴呢 特别着急 我就想着趁着这周有时间 加更一期吧 就随便聊聊 讲的不好呢 也别见怪 再就是啊 很早就有不少小伙伴 在私信我了 所以呢 咱大体有个下来后道 后边的小伙伴呢 也不要着急 你不要催我 只要是我答应过的 我一定会讲 你们呢 耐心的等待 如果我忘了 你们可以提醒我 然后就是从今天开始呢 你们依然可以私信我 告诉我想听哪个人物 但是我不再做任何明确的答复了 因为呢 只要我明确答应了呢 我就得尽量的实现 对不对 可是我刚才也说了啊 这个想听各种人物的人呢 太多了 我更新的呢 又没那么快 时间一长 我就忘了 小伙伴呢 等着也着急 所以咱以后啊 还是尽量以投票的方式决定讲啥 同时我自己这边也有一个大致的顺序 希望咱们小伙伴都理解一下 我也没有办法啊 我个人的精力和时间都是有限的 只能慢慢来感谢大家的支持 好了 咱们开始聊本期的人物 贾飞宗运 贾飞宗运出生于1515年 原名贾飞亲侄 他的父亲贾飞亲宣 是肥后国阿苏家的重臣 这贾飞一族出自于九州菊池市 后来为了逃难 避入贾飞 因此而改姓 而后又辗转来到肥后 陈属于阿苏神社的大公资 这大公资 就相当于寺庙的方丈或住持吧 就是地位比较高的神职人员 那当时阿苏家的当主啊 是阿苏维丰 他的兄弟阿苏维长 为了争夺大公司之位 起兵反叛 维丰被击败 只好逃到家臣贾飞亲宣处 寻求帮助 亲宣为了帮助主公夺回家都之位 历经四年的准备 终于一战将阿苏维长流放 阿苏维丰重新回到居城宾之馆 这样一来 贾飞亲宣功不可没 成为阿苏家彼头家老 亲宣去世后 贾飞亲侄作为嫡长子 继承了贾飞家家都 和阿苏家彼头家老之位 亲侄能力出众 同样受到了主公的重用 1541年 萨摩岛金家为了扩张势力 煽动玉传城城主 玉传房刑反叛 阿苏维丰立即派遣儿子阿苏维将 和贾飞亲侄前往讨伐评判 在亲侄的计策之下 成功的击败叛军 玉传房刑自杀 亲侄因公授封玉传城 并且替发朱家 法号宗运 这样一来 宗运更加夯实了自己在阿苏家的地位 不久之后 阿苏维丰去世 长子维将 继任大公司 由于新主相对比较年轻 又对宗运非常信任 因此呢 这宗运一人就独揽阿苏家军政大权 尽心的辅佐为将 宗运深知 岛金家志在称霸整个九州 定不会对阿苏家善霸甘休 于是便联合了强大的大友家 和与自己相善的向良士 共同对抗岛金 据说这宗运与向良家当主向良一阳 交情深厚 两人曾在神明面前交换誓言 要一同抵御岛金家的亲功 1546年 岛金家为了瓦解阿苏 大友和向良三家结盟 在暗地里鼓动宗运的女婿 卫庄守昌叛变 宗运得之后暴怒 亲率部队讨伐 并将女婿的卫庄成团团围住 在围城三年之后 卫庄守昌开城投降 守昌一族皆被诛杀 1578年 岛金家与尔川大败大友士 强大的大友家开始没落 很多豪族和国人纷纷投告岛金 只有阿苏家在宗运的坚持下 一直站在大友一边 1580年 岛金发动一众国人和豪族 对阿苏家展开围攻 宗运亲率8000人迎击 两军布阵于白川渡口 当夜大雨滂沱 敌方大将认为如此天际 宗运必不会有任何动作 于是就安心的在营中宴饮 而宗运这边 却通过忍者获得了此情报 认为这是天赐良机 随即命令将士 在第二天未明时分 冒雨渡过白川 发动骑袭 敌方部队皆在酣睡之中 遇到骑袭顺时混乱不堪 四散奔逃 宗运让士兵乘胜追击 阿苏军大获全胜 此战宗运斩首400余枚 一时间名声大震 岛金家当主岛金一久 得知此消息后 感叹道 只要有宗运在 我岛金家对于肥后的攻略 便无法成功 第二年 面对靠山大友家的不断衰落 宗运只好选择 陈属于唯一能与岛金抗衡的 肥前龙造四家 并且在这一年 岛金家绕开宗运这块硬骨头 小儿去攻打与阿苏相邻的盟友 向梁家 很快 向梁易扬被迫割地投降 并且送上自己的儿子做人质 京民的岛金一久 为了风化瓦解向梁与阿苏的势力 便让向梁易扬出兵攻打阿苏市的领地 易扬被迫出兵 想着即将面对昔日的老友宗运 易扬在出征前放言 自己定要战死在这战场之上 随后易扬接连攻下阿苏家城池 宗运深知易扬战法与形势作风 认为他必定趁机扩大战国 于是将自己的部队 部署在一守南宫的险要之地 可是夏良易扬 却把部队停在了将自己暴露无遗的响野园 宗运看到易扬反昌的举动 心里似乎明白了老友必死的决心 于是选在一日凌晨之际 趁着大雾在夏良易扬背后发动气息 易扬来不及反抗被杀神王 当宗运捧着老友手机的时候 内心百感交集 他深知老友易扬被迫出征的难处 于是宗运将易扬的手机送回了响野园 并在那里建了一座向良庙 用于祭祀 向良家灭亡后 背后的黑手岛晶一酒 乐得合不拢嘴 而独木难知的宗运 只好在龙造寺和岛晶之间 艰难的为阿苏家寻求生存空间 1583年68岁的宗运病逝 有传说是被其孙女毒杀 宗运死后 其长子贾妃亲英 不听宗运遗言 执意于岛晶家硬刚 岛晶家趁着宗运去世 阿苏家无人之际 一举将阿苏攻灭 由此可见宗运之重要性 贾妃宗运在这乱世纷飞的战国时代 虽不见得特别有名 但是能靠一人之力 撑起一家之兴衰 并让强大的九州霸主岛晶士 都一筹莫然 真可谓一员不可多得的智勇之将 尤其自己在手握军政大权时 却没有顺着当时的风气以下克上 更是忠心可见 他与老友向良易扬之情谊 也不失为一段佳话 只可惜 在这璀璨闪耀的战国之中 宗运的设计显得相对平淡一些 因此才少有人知 好的 今天的故事咱们就说到这 下期咱们接着讲 三大恶人之一的 《松荣九秀》 再见